韋伯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會不會三點再回到台灣開唱的心情 很開心啊 因為上一次其實還蠻 腎上腺素的吧 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是 意外之後的一百天之內 然後就再次有機會申請到小巨蛋 然後去把表演完成 其實蠻運氣好的 因為小巨蛋大家知道 其實很難喬嘛 所以能弄到其實真的很開心 非常喜歡小巨蛋的支持 然後可以再 可是那一次就有點像是 一切都是一腦子一骨子衝 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其實到 我是一月半演唱會 十月那時候好一點輕微的腦震盪 可是我也覺得不能辜負大家 所以我就很快的就 去努力適應腦震盪的感覺 然後上台 所以這次就比較從容一點吧 這次不用像之前好像 一股腦子就衝這樣 這次我們可以好好去設計啊 去做一些更動啊 然後讓這個巡迴更好看 所以特別期待 所以這次有什麼驚喜 會獨留給台灣嗎 這個當然現在講的話 就有點太抽象了 我們當然會設計更多的 應該說會跟 永遠都是以歌迷朋友們為第一考量吧 在演唱會上面 所以希望他們可以一起玩人開心 一定會有一些比較新 比較特別的設計吧 對 設計小巨蛋的因應有沒有消除 當然消除很多啊 就是都那麼多年了 我都不太記得 我有這樣的意外了 你知道 常常要翻手機看到他 這個傷口怎麼這麼大 你知道 或是當時真的挺驚險的 揮揚起來 就是真的那一個角度不對 可能就 你們今天在訪問的 可能就不是我了 對 那不然是誰 不不不 那是誰 你笑什麼 然後 好痛 然後 就是 特別的 很開心吧 因為其實我覺得 以前的想法 跟現在的想法不一樣 以前的想法是我所有所有 我要拼死拼活 就是給歌你看到最好的 或是來現場看到最好的 現在我覺得 不是說不用拼死拼活 是不用再拿一些 太危險 太有風險的一些表演 來做 來做 這個演出 我是應該回到 我們自己音樂上的理念 跟概念 跟設計去完成 所以現在會比較 比較 比較 開心 可以比較 由內而外 由內而外 這樣子 雖然心態上調是比較放鬆 但是 其實過去這一年 身體狀況 其實不是那麼穩定 粉絲都蠻擔心的 現在有沒有特別的 調養人家身體 其實當然 隨著 隨著 就是 隨著演唱會 其實都還蠻順利的 其實特別的開心 身體的部分 恢復得不錯這樣子 然後 就是貪吃了一點 這個可能要在3月9號之前 要調整一下 因為畢竟你知道 今年這個巡回算順利嘛 冠軍導師嘛 所以這個 就稍微貪吃了一點 不好意思 所以3月9號之前 這個要好好的調整一下 恢復一下 對